Hello 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是講天道自然 什麼是道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道教徒來的 最近去了一次台灣 如果你真的跟著我很貼的 你看到我一些短片的話 其實我也是最近用了兩天時間去了台灣 是非常愉快的一個旅程 不經不覺進了道教徒差不多四年 這個Youtube就做了大概四年 是很偶然之下做了道教徒 因為這些關係 就變成認識了師父 然後一直 都很有趣的經歷 是很開心的 是很自然發生的 那今天就希望帶給大家一些 有價值的話題 天道自然 有時候我 因為我之前有時候時間都多 那差不多 你當半退休了 大概都差不多十年 那最近又開始忙 那你就 你會發覺一件事 有時候 這裏不是分享我成功經歷 是分享我失敗經歷 開頭開的時候 都是這樣 我希望我講了失敗經歷 為甚麼我有很多 Podcast那裏 都有很多那些防騙局呢 其實我只見到 我不想那麽多人 就被人騙 我也都很蠢 那個人我是很蠢 我承認我智力是低 我是慢的 我學習是非常慢的 因為那件事 我不透徹理解 我是不明白的 我通常都問到 很深入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 為甚麼人與人差異這麽大 我很多時候就研究這件事 為甚麼貧富 就是貧富懸殊 會差這麽遠的呢 其實一直 是很有趣的 我分享我的經歷 有些人就覺得 你一直認我 是甚麼 其實完全不是的 因為 若果你是 有這麽想法 其實你本身自身 就是有這麽想法 就是你對所有能夠成功的方法 你都抱有懷疑 還有很妒忌 所以你就永遠都得不到那件事 所以我走的那套就叫天道 天道就是天道自然 我開始不明白為甚麼 因為我一有時間我就看《道德經》 就是看了所有《道德經》 那 你說很深入理解 不行的 因為最深入理解 是一定要實踐的 那我們每天都在走一個收心 是一個 鍛鍊自己的情況 每個人來到 不是偶然 我可以這樣說 每個人遇到的人 都是用來收你自己的 那譬如 聽到有些人這樣說 你會覺得 其實我會不會 令你的情緒有波動 或者 會不開心呢 以前是有的 然後呢 你越聽得多 就開始沒有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收心 你不跟別人 去辯駁 你不會去罵別人 這裏已經是收心 這裏已經是 每一天都是一個考驗 每一個你遇到的人 都是來盜你 我之前有很多 段很失敗的感情 其實 我去到 後來 已經變成了一個 自然狀態 那為什麼我會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其實一直 都是經過種種的經歷 就是 我的感情 不算是很順利 就是 要試了很多 不同的 交往 跟很多人不同的交往 才找到自己 真的想要的東西 那因為自己太有為了 那時候 就是 為了 要 要結婚呢 就是真的 盡量去 去認識不同類型的人 去看看 究竟你 哪類型是對你呢 那其實呢 就 其實太有為是不對的 其實是天道自然的 我後來 終於發現一件事 它是很有趣的 你不想認識 它就會給你 錢也是一樣的 你不想要 它就會給你 感情也是 你不想要的時候 它就會不斷給你 那但是 你是否捉得住呢 我曾經試過很努力地維持呢 反而 是不行的 就是 你不是認識不到 你不是做不到 但是 你是 保持不到 所以 財富跟感情一樣 你不是 找不到 其實 很早之前 我更加厲害 很年輕 已經找到很多錢 但是 由於你 越賺得多 就是保持不到 所以 你一定要 收你的得 你怎樣才可以 保持到那些錢呢 或者 財富 或者感情 其實要收得 但是 你的品德不夠 你配不上那樣東西 品德不夠 它給了你 你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 你會看到很多中六合彩的人 通常幾年內就輸了 或者 甚至 更窮之前 然後 就要了結自己 就是這樣 因為 你處理不了 因為你的得幸 是配不到你獲得的錢的 所以呢 你就 混身不自在 因為你太多錢 那 或者太多感情 其實 你就會開始 亂了 因為 根本 你不配有那麼多能量 所以呢 我經常都說 你一定要有得幸 是不適合的 那 即得 即得 甚麼呢 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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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件事 就是你要多些為善啊 還有 你這個人呢 開始這個心就要變了 你變成另一個人 你就開始載到這些錢了 那些錢是肯留住給你的 因為能量這件事很有趣的 我就算 說了出來 講了重點給大家聽 就是 很多人呢 都不明白 因為他改不了自己的心態 那個心態呢 都是很負面的 對財富充滿懷疑 不是很正面 我一開始 就開始不是很明白為什麼 我賺到錢又留不到錢 那一刻 或者會掉了 經常突然就掉了 後來就開始理解到 原來是我自身的問題 當你入到那一刻 你就開始覺悟 覺悟是什麼呢 頓悟是什麼呢 英文叫Enlightenment 當你Enlightenment是什麼呢 你開始明白 原來所有東西都是因為自己造成的 那你就開始 終於明白了 就開始收心就是這樣 向待收不是向外收 有很多人就說 我們怎樣才可以頓悟呢 可以快一點去理解 整件事發生什麼事 就很簡單 因為你只是向內收 你只要肯接受放下 你自己的所有偏見 天道自然的話 天道自然就自然來的了 你不會有一些 反射出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這個頻道 就希望有些正面的訊息給大家 不要那麼負面 或者沒有希望 你覺得樓市又倒下 什麼都跌 其實 好也不好 就是由於你自己 去障礙 認知障礙 那個情況 你可以逆轉去想 但是 你總是要向不好的方向去想 其實我想說 你越關注得多這些新聞 就是不開心的事情 離婚 分身家 破產 你會聽這些事情 其實慢慢的事情 會發生在你身上 那我就不會 我就避開這些 除非你說 我真的 我有 多少錢 或者我是 地產發展商 或者什麼 那我才會關注那些新聞 其餘其實不關我的事 因為其實根本 我們的規模 就不是那些規模 你又不是那些級數 其實根本就多餘 很多人又擔心政治 或者什麼會影響到它 其實 就是 去到最基礎 其實根本跟我們沒有關 你可以在這樣的環境 你仍然賺大錢 或者 可能在之前的環境 你很好景的 你仍然是賺不到錢 其實沒有分別 所以最終 你要收心 這個真是最重要 你改了心 你就改了你的命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想改運 改你自己先 好 各位有用的 可以分享給朋友 我會在Patreon裡面 再詳細再說 我會看到 咱們 有空